联休9天之後 有不少朋友卻出現了懶洋洋的證照 被稱為年假證後群 還有人乾脆把星期一也請假多放一天 不過到了公家機關 大部分的公務人員還是信心滿滿的說 放年假在家真的好無聊 還不如上班比較時機一點 你會不會覺得今天不太想上班 不會 我覺得精神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想到我們台東還有很多的老人 需要我們服務 我們心裡面感到就是有一股衝勁 所以在前一天我們就已經調適好自己的上班的情緒了 所以今天一大早就開始 我們就已經開始在工作了 可以調適心情 現在你都怎麼做 桌上的東西先整理一下 然後先想看看今天什麼事情比較重要的 要趕快做的 有啊 有沒有稍微覺得有點懶懶的 有點懶懶的是不會 但是會覺得好像有點生疏的感覺 是隔了太多天 但是會有什麼樣子的一個調適 一個配方嗎 沒有很快啊 差不多五分鐘十分鐘就 就已經 就已經中康的 還好 還好 會有點 不想上班嗎 昨天之前有 到外公司就沒有 就是 還是要面對現實 然後上班 這樣想就會好很多 這裡也提醒大家了 可以先進行心情的調適 有工作才有挑戰自我的機會 千萬不要因為連續的假期 而讓自己變得懶散 反而離自我成長 以及完成夢想的方向會越來越遙遠 東泰宣布曾慧如的採訪報導